天主教填补堂区是花园教区第一个成立的堂区 也是第一个原住民的堂区 在今年是走入了70周年 特别在30号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现场除了邀请教友们吟唱诗歌 虔诚地进行弥撒 也布置了一面故事墙 诉说着堂区过去的点滴故事 希望能够带给部落相亲 和平共荣的普世价值 并且对生命活化能够找到目标 天主教填补堂区30号上午举办了70周年 庆祝活动500多位教友齐聚浴堂 拿起歌本吟唱诗歌前程进行弥撒 让现场充满着温馨氛围 天埔堂区成立以来开办过诊所及幼儿园加慧地方 也让木道者不断增加 借次拓展开木林传福音的工作 在民国40年 本堂在外国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 把教会带到我们的天埔堂区来 在这里开业 整个就是教会的传教事业 那么主要的这次的庆祝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 我们要回顾过去 那些外国赏富 在这里牺牲奉献 奉献他们的一生 为的就是 为我们自己本地的原住民的信仰生活 最重要的就是 为我们原住民的心灵的那种教育 让我们能够在心里上 有天主的人爱的精神 活在我们的心里当中 我们才能够把整个家庭也好 往社会上也好 把基督的人爱的精神传扬出去 因为我们这个堂区在部落里面 是阿美族为主 那我们在推广五族语的工作上 尤其是从圣哥开始 我们就教导我们的教友 如何来看罗马字 如何把阿美族的话 讲得很清楚 而且有文字的带领 并且利用我们的圣哥 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重新的想到我们的主语 要怎么来念 要怎么来唱 天主教天部堂区 居使华联教区第一个成立的堂区 也是第一个原住民堂区 也特别以效法圣母的方表 传扬和平与生命的福音为主题 藉由精泰战区 回顾先人不顾辛劳 某某奉献传递福音的点滴故事 并带动部落乡亲和平共荣的普世价值 并对生命活跨找到目标 记者趋利勤捷香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